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我们是神兆十五号 圆梦称主 现在我们在中国空间站 举办一场特殊的摄影展 第一副作品是网友明明堂 与中国空间站过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在任航天发射场时拍摄 照片里面的发射塔 就是我们航艇员乘坐神咒飞船 联火起飞的地方 第二副是独星星拍摄的 2021年8月22日 中国空间站过境文昌航天发射场 我们在天上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都是通过天造货运飞船 从这里送上去 这副是陈可在2021年11月25日 早上拍摄到的中国空间站 快速掠过月球的瞬间 也成为零月 这副作品是郭承阳 在2022年7月25日 在福建漳州 云霄炫 拍摄到的中国空间站零日 这副作品是徐晨晨 朱一静 在2022年8月11日凌晨 拍摄到的非常清晰的中国空间站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副作品 一起来一趟跨越时空的对话 新兴以经典传承 交相辉映映 这副作品是2022年1月3日 李永刚紫禁城 角楼拍摄天宫过境的画面 这副作品是2022年1月18日 中国空间站飞越珠峰上空 移民管理警察宋新 在朱峰高腾特良青年碑旁 记录下这个奇观 这副作品的作者是隋显凯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6日 中国空间站飞越埃及金字塔的上空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第三组作品 让我们大家从中找到那些 让人难忘的时代记忆 这副作品是2022年1月6日 朱镜在北京天文馆拍摄的 中国空间站过境照片 这副作品是2021年10月19日 王俊峰拍摄的中国空间站 与新华社新闻大厦合影